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坦克导弹 装甲车以及飞机零部件 此外还有大批俄军特种部队随船抵达 据悉 该船从黑海港口城市新罗西斯克启程 经过土耳其控制的波斯普鲁斯海峡进入地中海 期间俄地中海舰队进行了护航 军事专家认为 近期俄罗斯先叙利亚本兵的趋势有目共睹 这表明俄军很可能是在积蓄力量准备发动反击 这一次 俄罗斯突然踏出大量的战略核潜艇到雪利亚 也打得美军航母措手不及 当然 这也给美国的航母舰队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要知道 在之后 俄罗斯一直都致力于研究核潜艇领域的发展 所以 俄罗斯建造出来的北风之神机核潜艇的海舰卫设力非常的大 并且 这艘核潜艇还能够携带多枚核弹头 美国之邦的微信照片也显示 俄罗斯空军对雪利亚克梅恩空军基地出现大量性面孔表示欢迎 据专业研究 俄军最近又向雪利亚增弹了数十架战斗机 其中包括苏-35 苏-34等先进战斗机 与此同时 美国空军也透露 美军监测的俄罗斯飞机信号最近大幅增加 如果飞行频率不增加 俄军将派出更多战斗机进行轮换 由于俄军一直在干扰美军的GPS合同 信信号 美国战斗机在雪利亚的活动 必须更加小心 严格限制在用巴拉底河东岸 这也使雪利亚局势越来越不稳定 此外 这次俄罗斯也装备了巡航导弹 针对这种武器以及相关专家的要求 俄罗斯拥有强大的巡航导弹 即使是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也无法拦截 这种巡航导弹很容易摧毁航母舰队 因此 这也让美军非常恐慌 当然 这也意味着一旦战争爆发 俄罗斯将率先行动 因此 许多人怀疑美国不会心意达到这一点 军事专家说 叙利亚获得这种射程近200公里的远程防空导弹后 美国和以色列战机将面临前所为有的对手 因为俄罗斯虽然在叙利亚部署了S300和S400导弹 但从未对以色列和美国军方使用过这些导弹 但许利亚没有这种顾虑 肯定积极参与防空行动 此外 为解决许利亚空军战斗机备舰短缺 导致部署数量下降的问题 俄军还从国内调派了大量备舰 以尽可能提高许利亚战斗机的证券率 加强对未来大规模地面作战的空中 对不合许利亚战的空中